看我们北方的天气啊 树叶都掉光了 晴空万里 如果口罩也是这样 那给多好呀 我的车就是移动的工具箱 有几个师傅干活 给他们拿点烟抽 有很多人好奇 我们北方的地暖到底是怎么敷的 今天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一层 咱们上二层吧 先从风水器这里给大家看 两根主管道 这是三二的管 这个热水管加了一个排气阀 如果有空气的话 可以直接排出去 风水器呢 是做了八路 这是日风的 上面是净水 下面是回水 管路这一趟管路的话 大概米数的话是50米 50米就是这样盘的 然后大家看它这个密度 管与管之间的密度 大概在15公分左右 整体把一个地面全部都铺成这样 是不是很整齐很板着呢 铺地暖呢 这就是我们北方冬天的一个取暖方式 现在所有的地暖管里面没有没有放水 打的是气压 保压有一个好处的就是今天要打电池嘛 打电池的话 那铁锹对吧 滑了来滑来去 万一可能会把这种管给戳破了 因为他们有车漏的经常会撤到 地暖管被铁锹给惨坏的 所以保个压的话 如果有惨坏的地方会及时的发现 不过这种几率是很小的 以防万一嘛 看一下这个保压的情况 打开一个阀门 这是一个放气阀 听到了吧 就是这样 所有的管路全部都是保压状态 当我们打完电池以后 它不掉压 那就没问题了 太费劲了 打电池 水泥沙子 拌起来 大概厚度的话 5公分左右吧 然后在这个上面就是沙水 然后一澡瓶 电池打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铺地了 两车沙子 一车四方 太辛苦了 一车先铺了一条路 现在是先打二车 中午了 我要先走了 烟已经给他们都发放了 每人一包 师傅们辛苦了 大约 一碗 当然 我来说 这一车 太多了 再来